好来我们今天我来八卦一下这个这次的千云美不美你们讲 我告诉你啦讲先哦李子佳那个下半区呢他的总值选手 比较弱 没有这样强啦好不好就是厉害的都是在上半区啊比如说 安塞隆啊 那谁啊都是在上半区啦因为我们看一下他的下半区有什么 可怕的对手之前是没有对手可是我告诉你李子佳最知名的弱点是什么 这一致弱点是什么你们懂就是懂懂就知道 我这样讲先喜欢的可以点赞分享不喜欢的可以出去每当三月份 大家 明白了都懂 李子佳球迷啊 喜欢李子佳的都懂三月份有什么事情 就是权林赛 为什么我讲权林赛会李子佳的权林特别关注呢因为 李子佳只有在2020年开始的权林赛开始爆发 就每当权林赛李子佳 他的状态真的不一样 希望这次不要被我 讲中啊 因为他每当在 奥英根那个场地 Bramington的stadium他的人整个过满 他的气场那些啊 星星会跟着来的所以我相信这次的奥英根 李子佳 OK鼓励他好不好 鼓励他 把自己的正能量散发出来 在奥英根间好不好 来我们今天 我来 发挂一下这个这次的千蕴 美不美你们讲 我告诉你啦 如果你跟我看过一遍啦 大多数多人讲没有问题啦 金八强 李子佳金八强没有问题 好不好 我们再分析一下 李子佳能不能金八强 来 先讲先哦 李子佳这个下半区呢 他的总之选手 比较弱 没有这样强啦 好不好 就是厉害的都是在上半区 比如说 安塞龙啊 那谁啊都是在上半区啦 OK我们看一下他的下半区有什么 可怕的对手 OK 从下面看起啦 Jonathan Christie Jonathan Christie 还好吧 还好吧 Jonathan Christie 是 45 对55 是可以打得过 Jonathan Christie OK 刘伯伦跟那个 Chiharo Aura Wadayu 呃 我觉得是 没有什么 看点啦 好不好 啊 虽然你们讲 李子佳 霸墙 之前是没有对手 可是我告诉你 李子佳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 最致命的弱点是什么 你们懂 懂就知道了 就是在昆拉布 泰国天才小子 比他年轻的 OK 只要李子佳攻不死他 那李子佳就挤好 然后这个泰国的 就会 反克为主 啊 就是把你的强项 转回来 来打防你 你这样喜欢打 进攻的吗 我就防着你 进攻 都不行 好吧 就是昆拉布 有趣的是 昆拉布会在 第一场 对上 MOMOTA 所以 MOMOTA 人家应该是没有去看他了啦 只是 过气的天天王啦 还蛮可惜啦 MOMOTA 会不会 MOMOTA 他也是跟李子佳一样 全赛两个人一起 爆发的 这个我们不能预测啦 就只能看 MOMOTA要不要去 努力的去把他的 信心追回来 可是 普遍看好都是昆拉布啦 昆拉布 然后下面啊 死与其 还有一个死与其 哇死与其 哇 我告诉你 我之前看死与其跟安塞隆打那一场 死与其真的有那种实力 你们不能去 取消任何一个在努力的 王者 他还是有实力的 OK 他的实力还有在 所以死与其呀 有点危险啦 所以你们讲 啊 他李子佳的下面的运气好 我觉得 还差不多吧 就 有死与其呀 有昆拉布的啊 我看李子佳第一场对谁啊 李子佳第一场对 他妈姓 OK啦 泰国的 还不错还不错 所以谁 呃没有什么东西 哦 豪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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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广珠跟奈良好彩两个 一起打 所以他们两个 就会 取消掉一个 啊 因为这 奈良 卢广珠 李子佳只有输 所以 呃希望他们两个互相残杀吧 所以他们第一场对碰面 所以问题无大 啊这两个 进一个就OK了 两个如果两个是 一起进来就怕了 OK 还有谁有 Kidambi Kidambi Kidambi的话 呃 也是5050咯 Kidambi 好不好 我们看一下 上班区 上班区其实你们 不需要去看嘛 因为上班区 哇上班区全部都是厉害的咯 哇上班区有谁 Exelson 我们来一下 黄志勇 可能是 看能不能成功第一关啊 呃 洛建悠啊 赵俊鹏啊 李世锋啊 这些 中国的两个赵俊鹏 李世锋 李子佳最近都有输啊 所以不用紧 吴家郎啊 李子佳最近也输啊 好不好 呃 呃 李子佳 很久没有碰面了 所以这些 强的都在上面的 呃 Pranoy Pranoy的李子佳有赢过吗 我不知道 因为 上次李子佳还输给一个印度的 呃 在那个 亚洲传体赛 周天成啊 也是一个很恐怖的 Laksasen也是恐怖的 Laksasen呢 这是李子佳的全英赛 在四场阴影来的 原本你看那祖首亚只给他飞掉啊 本来 是一个人 进 决赛 然后跟那个 Axasen 去年时候 呃就是因为他在 后 第三局后半段突然掉线啊 直接给他赛追回来 哇那场我看到真的是 心不舒服 还有Anthonsen Gamker Gamker一路来都是李子佳克星啦 所以 我觉得 李子佳 他真正的要克服的对手 是谁的嘛 真正要克服的是 这边 呃 Kunnav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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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只能遇到的是一个 原来 你只能在八强遇到这边啊 这边多好手里面啊 十语其 Kunnavut 呃 Jonathan Christie 我觉得最有 机会 Kunnavut 啊 Kunnavut还是个重资 李子佳重资多少啊 李子佳重资是四号重资 那一号是Axelsen 哦 看谁超越李子佳 哇 Kunnavut是三号重资的 哦 二号是谁的重资 看起来啦 哇 Jonathan Christie 是二号重资 OK 所以 后续我会 多报道多关注 Kunnavut Kunnavut Kunnavut我都整个人 整个精神 因为 我们相信Kunnavut 怎样都是李子佳的福地 好不好 所以 今天影片到此为止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